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 第一次 很少上綜藝節目 為了好姐妹 亦凡好 好 這樣感到 這邊要介紹 七彗好 瓜哥好 好 亦凡好 他為之者 已經去外上架了 單曲還是 單曲 所以今天你是為他來站台的 對 他是為了真的太感動了 三個都是泰雅族 我是泰雅族女婿 對 因為溫蘭姐姐自己跟我老婆同向 其實我們本來是要找溫蘭 我們要找美玲的 因為美玲比較滿 所以他們同一組 我老婆今天是這樣在前山 在新樂 然後溫蘭姐姐 是在後山 在御峰的部分 對 那那個 在苗栗 對 苗栗太陽 所以新作品 對 她為之者 她為之者 因為版權的問題 本來妳要唱對不對 來 瓜哥 我們這邊也很厲害 沒有 蜜桃幫 蜜桃幫 不是蜜桃幫 蜜桃幫 對 蜜桃幫 因為我們三個是蜜桃脫認識 對 然後小胖出了新的演唱會 對 我很開心要跟大家說 就是今年是我出道十週 對 好多 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辦演唱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到現在才辦 對啊 當然就很開心 十二月二十二十三號 在台北Legacy 晚上七點開始 然後現在開始 在KKTIC上面 已經可以買得到我演唱會的票 是的 或是你不會再網上買的話 在那個全家的那個Family Pro 那個機器有沒有 你點演唱會 也可以找到我這演唱會的票 是 助理演唱會成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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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拿上買票 好 我聽說溫蘭一直維持那麼好的身材 還是常常要運動嗎 有配奔舞 舞蹈 對 我們有奔舞 你們還有奔舞 有奔舞什麼 需要什麼音樂嗎 還有奔舞 一個 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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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囉 嘿 嘿 我們會扭嗎 我們有秘舞吧 我們會秘桃 她以前的每一首舞曲 都是很動感的唱家跳 真的耶 對 所以身材保持不錯 對 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為了出片的時候 都會用一些比較激進的方式 減肥 不是有一句話叫 要餓著唱歌 唱的人要餓 不行耶 完全不行 沒有力氣 沒有力氣 就是喔 因為之前我有試過 比較激進的那種 就是減肥方法 就那時候出片 然後 可是我宣傳期 一過了之後 放食 然後就馬上放回來 因為那時候真的覺得太空虛了 然後我連就是去上那個什麼 節目宣傳啊什麼的 然後都超美麗 然後人家還問我說 小胖你今天是不是 就是有點乾燥 心情不好 沒有 我只是肚子 還溫到這樣子 她那個不能急速減 對不對 不行 你沒有燙水化 我們身體會沒有能量 對啊 温然妳怎麼維持呢 其實我們在 我就是 我覺得都是 然後我覺得我最激進的是瘦了 一下瘦了五公斤 到四十一公斤 對 瘦了五公斤 四十一而已 而且那種 四十六變四十一 很瘦的人 然後再更瘦 三分之一耶 是我六年前的比賽 是我出生死的比賽 你出生四十三公斤 太厲害了 太誇張了 對啊 然後每天我都只吃 茶葉蛋 茶葉蛋 跟水 這樣就 然後但是會 因為在蒼湯的時候的 熱量不夠 對 其實我覺得你減肥 還是要找正確營養師 對 一般也是啊 超激進的 她那個好激進喔 你說是不是 我是也有就是 什麼話說得好 只要腸胃固的好 你消化性有好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就是變胖 所以飛鼠大便是固腸胃 因為飛鼠是非常就是很乾淨 她都以為大便很髒 但是其實飛鼠比你們 都還乾淨一百倍 因為誰們 誰們我們 她只找有健康的植物池 因為她不落地 她都是在就是樹上這樣 所以她吃到 對 她吃的果實 那些都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加一些 自己的調味料 辣椒 醬油辣椒啊 大蒜啊這樣混一混啊 好不好吃喔 當然是不太好吃 你真的有重嗎 因為比較重 就是飛鼠也不見得常常 裂得到 所以那麼胖 要吃生的還是熟的 真的 真的 拿出來都是給貴賓的 對 但是你吃不吃就帶給他 瓜哥 你吃是不吃 不吃就沒禮貌 而且我們如果去的話 瓜哥絕對是貴賓 對 對 絕對貴賓 跟瓜哥去就好 還比較大 我們會打十隻跟你吃 所以總而言是這個減肥 不能用激進的方法 還是用健康的方法 接下來進行我們的 歡樂現實P 歡樂現實P 一題是4萬塊 對 一題4萬 一個回合20萬 5題 5題 4 5 20 這個不用搶答 你看到就可以講 對 我們比到完 是 第一題請出題 好 請說 恭喜答對 好快 好強喔 還沒反應過 好強喔 根基在這個字面上就是基礎 對 根基 扎根 好不好 扎根 基礎 蓋房子根基要打得好 對 事物的根本 基礎 做任何一樣 表演功夫也是根基 各方也多少根基 根基要打 來 第二題請出題 好 請看 這個可以想像 媽 媽 我怎麼叫媽 我怎麼說了什麼 不要激動 我打得像你媽媽 我知道 堅持 恭喜答對 我會猜堅持 我會猜堅持 我剛剛也猜 堅持 有啊 手提膀 你一看一個堅出來的 看手提膀 又看到一個圖 就想到只有一個 對 堅持 堅持 結果是堅挺 堅挺 堅挺跟堅持不一樣 堅持是你一直持續 堅挺就是 堅挺比較像一個外型 一個儀態 譬如說他站得很堅挺 身材堅挺 來 第三題了 請出題 好 我們常常在比賽的時候 這什麼 會出現的 比賽的時候 如果你要突然 好厲害喔 比賽會出現 看一下 組合一下 集 集 有什麼口氣 晉級 恭喜答對 好厲害 不是 集是想得到 一個密跟緊 可是靜很難做 對 靜很難 靜很難 因為兩個一 一長一短 對 因為兩個公字 是不是那個叫 那個叫什麼 那個絲 對 有一個注音絲 那接下來第四題了 請出題 好 請看 這個 這個很簡單 想一下 很簡單 對 也是比賽 對 這有出影集 它也是一個物品 也是勝利者會想要追求的 最近有一個英國的影集 也是 好想看出來了 對 那就位要什麼 公主王子都有的 來 文藍 冠 黃冠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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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哪個同學的名字 是不是 冠黃 日本有一個車的品牌 也叫黃冠 黃冠 我老公也叫黃冠龍 對啊 不是為你出道 白王就是黃 對 太難了 好難喔 第五題了 第五題來 請出題 第五題 好多口 對 其實很簡單 來 你把它組一下 有一個 不是 不是 請說 零 零 恭喜答對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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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答對 零 零我是跑出來 我不知道零什麼 零 零 零一個馬字鞭嘛 對 然後人 一個檢 因為我看到魚口口口 我就知道一定有零 對 對 下面是烏 這個很靈驗喔 它很難就難再烏也拆開了 對 所以越來越難 第五題很難 20萬比賽完 如果難16萬對4萬 第二組要好好趕一下 第二組來請就位 有位 第二組是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加油 Let's go 這個超爛的 厲害 第二大題也是五題的 來 請出題 好 知道誰是可以按喔 想一下喔 山裡面有很多動物是 不能獵殺的 不能獵殺 不能獵殺動物 我們叫它是 寶玉 恭喜答對 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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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呆 呆嘛 人口呆 對 人呆寶 可是玉 玉還要把它上去 對 它就有個玉字啊對不對 對 寶玉 第二題 請出題 什麼牛馬 這個解 來 請說 解碼 恭喜答對 解碼 我本來想說男生比較好 賣解碼器的 對 第三題 請出題 請看 一帆 崩盤 恭喜答對 比較崩盤 五次崩盤 三篷崩 或者是比賽突然崩盤 他有一首歌叫淚崩了 對 所以我看那個崩馬上就 就馬上會 有感覺 淚崩了 來 第四題 請出題 好 第四題 是什麼 有一個是金布 金布是第二個字 金布是第二個字 對 那你金布出來 金布可以跟哪一個搭呢 這把刀是怎麼樣 他會刺傷我 小公 你怎麼搭得出來 大小是一個字 大小是一個字 一搭 天啊 這是兩個字嗎 小大 小大是一個字 兩個字 太清楚了 小大字 給你們一個字 小大請見 天瑞 恭喜 棒 棒棒棒 對 有想到就是棒 寫尖的時候上面沒有寫小這個字 寫尖會 因為小你要勾起來 尖的時候沒有勾 對 我剛剛一直在想大在上面 然後想在下面什麼奈何的奈何 不是 一直想大在上面 小大小大 小大對 我剛剛說大小是一個字 對 因為他不能講得太明顯 對 後來就沒辦法變小跟大 對 那你們 這個主持人言語犀利 對 非常尖銳 畫風尖銳 會刺傷 對 第五題 請出題 這滿簡單的 那個喊的那個 那個喊出來 你應該就是要什麼字了吧 對不對 來一翻 原諒 好 恭喜答對 原諒 原諒 好厲害 這個五題也比賽完了 現在大幅度又領先 28萬對12萬 領先四題 是 第三組請就位 加油 加油 來 第一題 加油 專注在題目上 知道就按 那個 犯折指數說什麼 不是 你要按嗎 知道就按啊 沒有 我現在 加油 尚鼓 5 4 3 令背 背令 2 1 錯 來 加油 加背 半折指數 加背 會混淆 冷靜一點 對 它其實組得出來 我剛剛只想說是令類 可是令背是什麼 加背 我把那個口放過 多了一個口 我把口放到上面去 我知道 他把口加的那個口 放到立的上面 變另外的令 對 變令背 搞錯 可是沒有這個詞 對 沒有 另外的令 對嗎 另外的令 是一個令跟口 就令背 令背 我是認為 令背 另外再背 對吧 令背 怎麼會這樣 令背 這是台語系的 對 令背 第二題 請出題 我們也是 那個 有一個是人部 又大小又來了 尖銳的尖 尖銳的尖 尖 人 你們再想不到我也是很無可 愛 來 什麼 愛 愛什麼 是 大人是那個叫做奈何 恭喜答對 恭喜 這個好難 大人 人何 就是奈何 不是 我先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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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另外一個 奈何 大二小 36問是12萬 加油 等一下 你可以 你可不可以不要按這麼快 加油 少谷 你低筋你先 你還按了再響 你給人家一點錢 你讓我們大 我先按先贏 我太投入了 我知道 第三題 請出題 好 有一個功 是功很清楚 少谷 強項 恭喜答對 對 強項 有唱歌是他的強項 也是他的強項 對 強項 36萬對16萬 第四題 請出題 第四題 這是什麼 什麼 錢 這有一個 有一個是刀布 刀 第一個字是刀布 什麼東西 對 那個是 一口甜 想一下 記信的時候 可能會記一個蜜箭 是什麼 我已經知道了 打電動 但是你 我知道 你按啊 沒關係 你知道 我給你按 沒有 你按 我已經按了 我按了 那個 三 一口甜副本 恭喜答對 一口甜都 打什麼意思叫開副本 這好難啊 好強 副本就是有點像是 遊戲中另外一個 小帳號 小的一個計畫 或者是小的任務 小世界 對 這個好像是 應該日本用語吧 副本 來 第五題了 請出題 一個逐步 這什麼 第一個字是逐步 來 請說照顧 剪 剪張 恭喜答對 剪張 對 剪張 好 你們看得出來 好厲害喔 要去報名 是不是要同時去買 他的報名表跟剪張 下載報名表 我先看到斗笠的力 我也是看到斗笠 我先把斗笠先跟那個 門跟日 就是先組起來 然後再看另外一個 什麼男子他又看那麼快 對 所以我們題目很 前面太簡單 他沒辦法 對 我剛剛 看太多了 最後比數 進行四十萬對二十萬 來 進行A組四十萬獎金挑戰賽 這裡面好像一加任海 拿過獎金 但不在十名裡面 但是有一位是邵谷 邵谷 第九名 可是媽媽 邵谷 好 這個第一棒 獎金是四十萬 四十萬喔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加油 加油 一 早上八點到十點 二 下午一點到三點 三 晚上七點到九點 請出題 根據今年國際癌症期刊文章發現 在下列哪一個時間運動 可以更有效的預防癌症呢 計時開始 什麼時間運動 老實覺得 早睡早起吧 應該是早睡早起 可是八點到十點 很多車子的煙味 排氣煙味 雖然應該是不考慮 不考慮外在的 那就是早睡早起 你個人整理時鐘來考慮 好 我知道三句法的話 晚上七點到九點也是不行 因為太High了 對 下午一點到三點 太陽太大 太陽太大 姐 妳有什麼時間運動 都什麼時候運動 我想動就動啊 很好 很誠實 想動就動 對 所以 所以我這樣 綠色不可能 綠色我先刪掉 我覺得是 早上吧 早睡早起吧 刪去法的話 我覺得是一 八點到十點 那個部落的老人家 有要插花嗎 部落老人家 不要插花 沒有要 沒有差 來 請 應該是吧 我覺得比較可能 請檢 早上八點到十點 二 一 八點 好可惜 好可惜 研究人員表明 退黑基礎可以預防癌症的風險 晚上運動會延遲 退黑基礎的產生 退黑基礎產生的時間縮短 濃度也降低 因為違反了身體自然 身體時鐘反應 身體健康也會影響 來 第二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 一 近視民眾變多 二 脊椎側彎 三 回不去的雙下巴 請出品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不少民眾減少出門頻率 或在家上班 但也出現了下列何種植栽呢 是近視變多嗎 還是會脊椎側彎 還是雙下巴是胖起來的意思 都不出去 對啊 都在家裡了 在家上班 我覺得我肯定脊椎側彎刪掉 為什麼 脊椎側彎的耗發率是 它有可能是因為天生 很少是因為姿勢不良 所導致脊椎側彎 會不會因為打電腦做 不行 打電腦做 他覺得應該是眼視力對不對 對 有可能 我如果在家上班 我自受在幹嘛 用電腦 對 用電腦打自 可是現在的人 用電腦本來就比以前還多 所以近視本來就是 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覺得雙下巴是這樣 可是他講的是 新冠肺炎的期間 今年度 對 你要今年度 今年度應該很多人 在家隔空開會 視訊會議 然後打電腦 甚至有的是不能上學 然後在家裡面 那個什麼 學習 然後追劇 不能出門聚眾 所以有可能近視變多 或者是雙下巴 視訊教課或近視 或什麼之類的 我是覺得3C的使用量變高 雙下巴 有可能 有可能 追劇 好煩喔 如果妳打電腦一直是這樣 或者手機是這樣 對 我就看手機 那我那你覺得是不是 你決定 因為剪刀在你手上 下巴吧 雙下巴 下巴 不剪 那你要選什麼 雙下巴 來 第一組 我們是猜那個藍色 定是民眾變多 對 其實很簡單 因為回不去的雙下巴 不太算是一種疾病 脊椎測彎 其實是跟自己生活 睡覺 或者是自己運動 有關係 那我覺得在家裡 在新冠肺炎的這個期間 應該是大家看電腦 或者是看一些影像 有關係 尤其是學生 大家在家 讀書 或者是遠程上課的時候 都要使用到電腦 所以很多人 因為是藍光的關係 會有點危害 所以變近視變多 變多 對 多少錢 一到五萬 你有二十萬 兩萬 兩萬近視 兩萬近視民眾變多 來解 好 汙蘭請解 回不去的雙下巴 天啊 2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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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科醫師蓬弦里指出 近期新冠疫情趨緩後 進行雙下巴消止療程的民眾 增加了三成 但一般除了肥胖之外 還包括了遺傳啊 當然有年輕人 脖子老化也有 那少了 此外 現代人常常低頭滑手肌 對 常想到 長時間不良知識累積下 也會養出鬆垮的雙下巴 成為疫情下的另一種植栽 那老師有沒有練雙下巴的運動 其實雙下巴這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斜角肌 跟胸鎖乳突肌 你好像是叫大家這樣 對 這個動作是 你只要上台很像在餵魚的動作有沒有 你把下巴對齊那個天花板 然後往上二咬這樣子 你看 很明顯 肌肉都用到 你看 真的耶 真的 好拉緊 好緊喔 要這樣多久 這攝影棚每個人都在這樣 那個畫面都看嘛 你看那鯉魚彈那鯉魚有沒有 對 你大概可以給它 比方說你電腦用久了 你起來大概咬個1到20次 是啊 那你最後那一下 你把它hold在上面讓它伸展 你看好像 hold著 這完全是平的 讓它拉緊 對 而且還可以消除年輪 好緊 不是 因為你年紀還輕 你們不知道是嚴重性 當然有的時候 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你要平常就要保養 多做事 真的 對 來 第二題 第三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1 女比男更容易放屁 2 女生放的屁比較臭 3 鯉魚也會放屁 下列哪一個是真的 關於屁的解釋 對 何者為真的 來 請出題 關於屁的知識 請問下列何者是真的呢 這題到底是鯉魚會放屁嗎 還是女生放的屁比較臭是真的呢 還是女生比男生容易放屁 哪一樣是真的呢 計時開始 女生 我覺得大部分我碰到 都是很愛放屁的男生 女生很少耶 女生要比男生會 會憋住 而且男生放屁都非常臭 不一定要 沒有 跟飲食有關係 我爸跟我弟 還有我鯉子放屁都好臭 是嗎 所以 鯉魚 到底鯉魚真的會放屁比較臭 鯉魚會嗎 因為有時候鯉魚 我們看它餵飼料 它有時候浴缸裡面會有 不是 氣泡 一條這樣子有沒有 那個就是鯉魚的便便 對 那它便便 所以它有便的話 應該也會氣啊 有便就有便 可是你也看不出 它到底是呼吸的氣 水泡上來 對 還是它放屁 女生比男生容易放屁應該 不是吧 我覺得男生比較常放 好難喔 那你說誰放的屁比較臭 女生比較常憋 所以女生放屁比較臭 來 請撿 請撿 來 問男生決定 我不知道 時間到你要撿囉 請撿 你選 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放屁 是錯的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一 三 女生放屁比較臭 真的嗎 對 比較臭 是嗎 這題我怎麼都會選這個 女生會憋屁嗎 我也不會 不會啊 是因為憋的關係嗎 男生放屁是大蠟蠟 女生放屁可能會躲很遠 或者是憋住 所以它可能憋一整天 然後因為它是那個早氣嘛 濃度變高 早氣在肚子裡面一整天 回到家再放的時候 那我覺得是男女結構上的問題 真的 英國醫學期刊報導 女性的屁遠比男性臭 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女性的屁當中 臭味氣體的濃度比較高 研究發現 和男生相比女性的臭屁裡面 硫化氫濃度高出過200% 就比男性高200% 硫化氫的量多出是90% 另外甲硫醇的濃度也多了20% 而屁量則是男生比女生 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女生呢 女生是種植不重量 知道了 因為它的濃度 濃度女生已經比較多了 然後每次出來男生的量比較多 比較大 女生量少濃度又高沒有稀釋 你懂嗎 對耶 男生你的氣量大就可以稀釋 平均每次排氣量男生是118毫升 對 女生是89差多少 差得快30了 對 29 29 她快30 鯨魚雖然腸胃內的確有照片的細菌 但鯨魚比較可能大哥 而不會放屁 他會 泡泡 他不會 我覺得他嘴巴要啵啵啵啵 TERRY來 講知識 OK 可以了厲害 很厲害了 兩滴兩滴 怎麼女生女生怎麼會 1 馬 2 羊 3 豬 請出題 古埃及人的壁畫是重要的考古遺跡 請問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 在埃及的壁畫當中幾乎看不到什麼動物呢 每次那個木乃伊的電影有沒有 他們會打火去看那個壁畫 對 到底什麼東西看不到 是馬還是羊還是豬 計時開始 對耶 因為馬是常見的 真的嗎 馬是那個交通工具嘛 所以馬是一定有的 那蘇馬木 埃及壁畫中有看過豬嗎 好像很豬喔 沒看過豬 流沙 羊 羊的話 羊應該是珍貴性的動物 是喔 但是有看過豬 羊很常看到我決定 羊有嗎 羊確定不要 羊確定不要 有插花嗎 豬 有插花 來 A組選擇豬啦 B組選擇豬啦 我們是覺得是豬啦 因為真的感覺 比較 對啊 就像你們剛剛說的也是 就是馬腳通工具 羊我好像也真的沒有聽過 頂多聽過人家復師而已 就沒有說他就是 就是好像有哪個宗教學他學 但豬好像在很多就是中東國家 被認為是不解的動物 所以你吃了 差多少 我會把它畫出來 你18萬 差 18萬差多少呢 氣態 5萬嗎 5萬 5萬 選擇也不能變 好 其實他畫最多應該是狗啦 對不對 像那個什麼 守護的 守護者嘛 很像狼也很像狗 那鼻子很長 對 而且牠們貓也出現過 因為那個 魔鬼看到貓 牠就 對 對 所以羊跟馬應該出現 但你從來沒看過豬 這根 沒看過 應該是豬 一天 一天 受到神話故事影響 埃及人認為豬是不解的 如果埃及人偶爾碰觸到了 豬立刻連人帶衣服的 跳到河裡去進化 而養豬戶幾乎被社會孤立 即使同為埃及人 也沒有人願意和他們結婚 以至於只能在同業家庭間 互相嫁娶 也就是當時的埃及還是有豬 對 那牠為什麼要豬 如果牠覺得豬不乾淨 牠又不吃豬肉的話 牠為什麼要養豬 對 那牠養給誰吃 還是說那些人吃豬 一邊吃一邊罵牠養豬肉 那也太壞了吧 對 你看 沒有人願意和他們結婚 對 就是說養豬的跟養豬 才能結婚 好奇怪 養豬的是賀亞人 賀亞人 在台灣養豬是大戶 對 來 第四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 一 纏豆粉 二 生麵糰 三 義大利麵 請出題 懷舊零食可樂果 最早是因為員工 不小心把什麼放進油鍋 而發明的呢 是蠶豆粉還生麵糰 還義大利麵 做發現的可樂果 即使開始 對 可樂果是義大利麵 甜卷的 對 可樂果不是甜卷的 是像義大利麵的 有可能 對 可是可樂果叫蠶豆酥 但是蠶豆不見得有蠶豆粉 不見得蠶豆粉 但是它可能不是蠶豆粉 因為有這麼多形狀 為什麼它要做那個形狀 不可能是生麵糰 這是為了終於當初的發明 對 這樣義大利麵很有可能 因為它就是有那個通心 轉轉的那個麵 那個叫螺旋 螺旋 好 八 好 七 聽兩位 太亞族的福利 不是 A組選擇的 義大利麵 B組 插花組請講 來 我們擦蠶豆粉 好 因為其實生麵糰 如果是油炸 我印象中是會變成甜甜圈之類的 那義大利麵 我們應該沒有什麼原物料 是需要義大利麵丟進去加工的 形狀很不像 對 形狀很不像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 應該是蠶豆粉不小心掉進去 可是題目是最早 最早 不是講台灣 題目是可樂果 對 可樂果 不小心 不小心 所以我們不會是台灣獨創的 但還是覺得是蠶豆粉 多少錢 那你一到五萬 就錯了 我們就 兩萬小小的就好 兩萬小小的 兩萬的蠶豆粉 好 請解 義大利麵 3 2 1 太多 Yeah 很瘦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用蠶豆粉有蠶豆症的人 對 沒辦法吃 對 所以他還是要廣泛能吃的 對不對 如果用蠶豆粉 第一個蠶豆症他就不會去買 就不能買 可樂果是由於聯華食品公司 在1971年 就民國60年的時候 他出品 會出現這個產品實在是美麗的錯誤 當時一名員工 不小心把義大利麵丟進了油鍋 卻衍生出後續可樂果 到了2009年這個產品 賺了4.8億的營收 佔公司整體營業額超過10% 我剛剛以為是48億 對啊 48億 4.8億 對啦 但是他10% 超過10% 代表他整體公司營業額有 對有50億 好 接下來進行第五題了 請出三個答案 1. 安露山 2. 秦快 2. 秦快 3. 和聲 歷史不同年代 我們很難幫你 對 請出題 請問下面哪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奸臣 其實是個超級大帥哥呢 來 計時開始 秦快吧 秦快好像幾率比較高一點 秦快好像幾率比較高一點 對啊 可是 秦快你知道他是誰的 那個 樂杯 對 下十二道令 然後 當然那個死於 公平名詞就是 莫須有嘛 莫須有的罪名 瓜哥有解釋啦 對 秦快的哥哥 是安露山 安露山有聽過嗎 安露山就是安死之亂的 安就是安露山 死就是死失明 安以萱 安以萱的 對 每一個都要走 不是 要不要說安心也算了 秦快 我覺得秦快 秦快 我沒有覺得秦快 因為我其他人不認識 秦快畫得滿帥的喔 對 其實在栗子課本上 沒有 秦翰就很帥了 對啊 秦翰就很帥了 所以秦 不差 直接剪 秦快 和聲 和聲 就不然乾隆怎麼那麼愛他 不是啊 因為那個 拍戲演的角色 他就是 但是我們對他比較有印象 都是那個中年 劉鬍子 對啊 我知道有兩個人演過嗎 對 有一個是還比較帥一點的 一個是比較 考喜劇的 對 喜劇 史書記載和聲相貌 白繫而英俊 當乾隆第一次見到和聲的時候 覺得和聲長得酷 是當年死去的年貴妃 喔 年根咬是不是年根咬 對 可是 年根咬的女兒 年根咬的女兒 對 乾隆 我看 乾隆 因為年根咬是幫助雍正奪權的 對 所以如果姓年應該就是 年根咬的女兒吧 如果是乾隆 是女兒還是妹妹不知道 年貴妃 額頭上也有一處 朱砂季和聲出生那一年 正巧是年貴妃 死去的那一年 所以是乾隆認定和和聲 是年貴妃轉世 也對和聲相當好 歷史中記載真實的和聲 相貌清秀儀表堂堂 以電視劇中的那種形象是差很大 因為她演的人就是搞喜劇的 因為她貪污嘛 她貪污是她家裡的財 她後來被抓清算她家的財產 比國庫還多 你就知道她貪多少 可是我聽說勤快也蠻帥的 對 因為她在大陸看到畫的那個像 並不是像 不是像電影中演的 一定有漸層的表情 沒有 因為世上環境裡面 不會因為相貌看得出來 對 但是那個史書也是當代的人寫的 也許每一個年代 對帥的解讀不同 解讀 對 來 亦凡來 請 加油 有拼了 有拼了 太難了 來 第五題了 爭環算好 第五題請出三個檔案請想 一 巴西 二 果巴 三 阿根廷 請出題 穿有薄荷葉的經典調酒莫其多 是哪一個國家的人發能的呢 是巴西古巴還是阿根廷的 計時開始 來 周杰人去哪邊拍MV 他去巴西拍吧 巴西 古巴 古巴 對 他是剛好經費到那邊 還是說跟古巴人有關係呢 感覺好像古巴 可是周杰人把它唱出來 對啊 他沒有那邊 他都不會在阿根廷唱《阿根廷》吧 對啊 可是瑪利亞講的意思 是不是別的地方引進到古巴面 引進 引進就可能 那一開始是誰發明的 誰發明 對 哪一個國家的人發明 但是這三個都在中南美洲 對 古巴 巴西 阿根廷 巴西阿根廷 你在同一個國土啦 古巴並不在 佛羅里達那個 古巴不是都是真的嗎 他們很多煙草 對 煙草 所以他們很多很會用夜發的 對 古巴 古巴嗎 那個 褲插花 雪茄 雪茄什麼的 菁姐 易凡你選的是 古巴 古巴 檢檢 你好厲害 應該是 對 因為周杰人的歌裡面有 對啊 對 某一朵最早的原型其實是一款 有醫療功效的調酒 中世紀時英國有一支 航海隊許多船員得了 立即跟敗雪症 在無醫療資源下 古巴割案 在那邊割案 當地原住民就對他們伸出援手 因為他們調製一款 含有薄荷 萊姆檸檬 蔗糖 並以萊姆酒做基底的飲品 協助治療船員的敗雪症 所以後來船員只要上岸 都會補給一些檸檬 黃色的檸檬 萊姆 這個就是 就是要再放在船上去預防 他們有虐疾跟敗雪症 對 因為如果你長期不靠岸的話 你可能會生病 對 接下來第六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給他 一 六百萬顆 二 八百萬顆 太近了吧 三 一千兩百萬顆 請出題 南瓜在萬聖節 是不可缺少的道具 請問在英國萬聖節解釋後 大約會有多少顆的南瓜被丟棄呢 英國 計時開始 在英國 因為萬聖節一定家裡很多百事 很多 我們現在走到第六題了 好 第六題通常那個最不像答案的 那個會是答案 一千兩百 所以你覺得是六百或一千兩百 你說會覺得是極端就對了 對 一定是極端 依我的經驗 那或是中間呢 剛剛好 我覺得不會 因為他六百八百 只差兩百萬 兩百萬 我覺得要嘛 要嘛就是你要選 你覺得多 還是你覺得少 我也覺得多 應該很多 光是你家中間都 可是 在英文節大 被丟棄 可是它是多丟棄 但很多應該是留在家裡 十 九 八 七 六 那我們要籃了 沒有… 你決定 你決定 好 多 一帆請選擇 一帆 不要剪 八百萬個 一組來 請講 好 我們選 一千兩百萬個 你本人就要選一千兩百萬了 對 好 多少錢 來 你現在剩二十一萬 一到五萬 你要差 五萬 五萬的一千二 數很大 一千兩百萬個五萬 好 來 一帆請剪 你怎麼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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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我誤的對不對 一千兩百 你怎麼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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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英國環保公益組織研究發行 2020年 英國將會有兩千四百萬顆南瓜 被雕刻成萬聖節南瓜 其中有超過半數 你兩千四百顆 有一千兩百八十七萬顆的南瓜 的果肉不會食用 表示有一千 差不多一千兩百萬也會被食用 那這一千兩百八十七萬顆呢 有的東西會被丟到去堆肥 對 對不對 可是這麼浪費的東西 一千兩百八十七萬顆 等於可以供應 六千六百萬人的南瓜湯 我懂 如果主神湯可以拿南瓜 它浪費了其實 全英國的藝人 可以喝到一碗南瓜湯 對 但是它有的還拿去堆肥 但是有一年 有估計是2020年有兩百萬顆 連堆肥都沒堆肥 直接丟 就丟到垃圾桶 因為有人可能住都市或什麼 他沒有堆肥的空間嘛 對 直接丟了 因為現在大家越方便 生活越好 反而會造成浪費這兩次 浪費食物 來 第一組有二十六萬 請就位 第一組有二十六萬 你們共同答題 你們共同答題 是 好的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果汁牛奶 二 蘋果牛奶 三 麥芽牛奶 請坐頂 有時候到超商買調味牛奶 就會想要微波加熱 但請問哪一種口味的調味牛奶 卻不可以微波加熱呢 是果汁的還是蘋果還是麥芽的 計時開始 我什麼都加 對啊 我好像什麼都加過 我什麼都加過 那如果 你不想把它 你不想把它 我其實 麥芽牛奶應該是可以的吧 我覺得麥芽應該是可以 因為麥芽那種 我們就喝什麼 那個什麼奶茶也有熱的 是 對 有時候去早餐店裡面有熱的 也有熱的麥芽 然後我想說如果蘋果牛奶 微波的話 會不會變酸 蘋果或果汁 因為他們可能是酸類 水果類的 要不然就是 因為蘋果本身就酸的 要嘛就選果汁 對 果汁牛奶感覺比較棒 可是果汁牛奶 我們小時候就會有那一個就是 奶粉罐 對 就是那種 定那種牛奶 好像也有熱的耶 來 你選哪一個 你要捲 請捷 你選的是 你選的是 蘋果牛奶 3 2 1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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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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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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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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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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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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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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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军人因为受毒气影响而造成失明 也正因为有这些导盲犬的辅助 才能重返社会 1916年 德国首创的导盲犬训练学校 1923年 就民国的12年 在波兹坦设立了国立导盲犬训练学校 1926年 民国15年 设立了全球最初的导盲犬学会 你知道吗 台湾有导盲犬学会 要靠各界的捐助 你知道训练一支导盲犬花多少钱吗 不知道 两百万 一支 那如果我是盲人 我就自己跟那个协会申请 申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这张贵宾来到我们现场 这张专辑的时候要宣传一张 他为知者 他为知者一帆 这边也有一张演唱会 十年的演唱会 群星时光 十二月二十二跟二十三 在台北Legacy 现在在KKTX 还有全家Family Port 都可以买到演唱会的票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送你的礼物是 The Panasonic 和真无线蓝牙的耳机 白富翔的旅行箱 打开卫视中文台 欢乐亮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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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